快点 快点 三 写的 哎呀 贺 王啊 然后一个三代你就走了 来 冰冰冰 宋二娘呢 把我老板干啥 宋二娘人呢 谈个生意至于吗 坐呀 出个吧 坐啊 三爽啊 你说你就带我来这样的公司谈生意 连个水都没得喝 去 都别睡去 什么情况啊 三爽 哎 姐 来人 咋傻子来了 嗯 三爽 这就是你口中有服务意识的公司 我们绝对没你说得那么好 不是 这话我可不爱听 这话说的 我不爱听 好啊 他说那什么 您看我欠您这么多钱 酒派那点工资 得还到好钱马上去 这儿我这帮我需求 我给您带过来 拉一口 您给我点地账 就他呀 嗯 行不行呢 还是看您 我给你帮我了 行吧 有了 行 来 小妹妹 跟姐姐说说 有什么需求啊 开门见山吧 嘉宁姐来病了 急需一笔钱去北京看病 想把老房子抵了 换点钱 行不行 行呢 不过 我要看看这房子 位置在哪儿 靠不靠谱 值不值钱 建议区解放路29号 一单元416 多大米数啊 65平 坐北朝南 房产证带了吗 来 好 准备 带多少钱呢 七十五万 七十五万 王爷没问题 小妹妹啊 是这样的啊 你们家这位置啊 这七十五万 是有难度的 这要没难度的话 谁找您啊 你想什么时候啊 三天 现在签字 看你面子啊 签 哎呀 我 我那个 嗨 你看我又忘了 姐 再跟您商量个事呗 前两天不是有一个 清白尖是不是给你们拿去了 他说那是他祖传的 这样 我把它买了 我呢 送它了 多少钱 我呢 三钱了 妹妹是这样的啊 我们这做生意呢 你像这些物件啊 进到我们这儿呢 再出去就要加价了 姐 您 交个朋友呗 话是这么说 但是规矩不能破 哦 三双 这可不怪我吧 这可不怪我吧 今儿这朋友做不了了 去吧 房间 妹妹你这脾气也够大的了 要不这样吧 把你那个房本压我这儿 这是怕生意跑了 爸 说呀 说呀 生意人嘛 肯定是以生意为主 哎呀 三爽可以呀 有这么举气的朋友哈 身份证 这小狗多漂亮的呀 我真舍不得 姐啊 那个 再 再商量商量呗 今天的确出门太着急了 这 身份证没带是吧 是吧 我明儿给您寄过来 行 这个怎么着 是现金啊 还是微信啊 直接从贷款里扣 行不行 可以的哈 这可不止 三千六啊 三万六都不下开 行 行 吓死我了 你都不知道我刚刚多紧张 紧张吗 我一来也看不出来啊 我跟你说 您这个信念感 不去当演员都可惜了 真的假的 比你也孙宅演的好 不 奶奶 您那个房产证是哪儿来的 不 闺蜜他们 开广告公司的 拍片用刀具 那那地址也能背这么说 这 我要不是知道 我也被骗了 那我地址 我全认的 我全认的 这么狠 那渣子 死不足惜 你们不要担心 金板线已经找到了 一会儿就送过来了 奶奶 她来这儿住了 您怎么回来了 我真是 你担心什么呀 我还担心呢 这医生是不是今天刚说你必须按时吃药 不能劳累 要休息 我才走多长时间 你又跑过来 你想干嘛 小妹 不好我是院长 有些事情必须我来负责 这二十多年来 您负的责任还不够吗 这二十多年来 他们在这儿养老 您在这儿变老 你出去说 去哪儿啊 回医院 让医生告诉你 我知道我自己的情况 只是她还不甘心 您跟她解释一下吧 这是你奶奶的肝宫化验结果 骨饼转暗霉 打红素 都比树下有大幅度的升高 也就是出现了肝衰竭 介入 不能再做了 我给你奶奶开了几天点滴 骨饼羹 保肝用的 打完看看指标能否好转 如果没有好转了 拔香药呢 拔香药对肝脏也有一定的损伤 指标降不下来 是不能吃的